9月21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 签署二战以来的首个部分动员令 征用预备役军人 普京称 俄罗斯对乌克兰 为时七个月的军事行动 目的是要所谓解放乌东顿巴斯地区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 此次将征召30万预备役军人 与此同时 被俄罗斯占领的四个乌克兰地区 将举行是否加入俄罗斯的公投 针对俄罗斯的最新举措 西方国家纷纷表示谴责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认为 俄罗斯征兵可能导致冲突升级 意味着更多的痛苦和生命损失 9月初以来 俄罗斯军队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地区 以及南部的赫尔松全面反攻 俄军被迫撤退 有分析认为 普京下令征兵表明俄罗斯败向出险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自2月底以来 俄军有5937名士兵死于战场 而美国物交大楼今年7月曾估计 俄罗斯当时已经有15000士兵死亡 在普京下达征兵动员令之后 国际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 Raider 24显示 菲利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航班机票 要么价格飙升 要么授庆 一场逃难潮似乎正在上演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郑宇综合报道